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点击下方的订阅 请大家关注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怎样登录我们的联邦税务级的账号 然后拿到这个紧急救助 如果你满足条件 可以拿到两千块的 一个月两千块的这个紧急救助 我们往下面走呢 就是我们需要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文件 就是我们的公卡号 还有2018年的税退税的这个文件 我们是魁北克的 有一个notice of assessment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会有七年的我们的被雇用的income 就是你的收入 它要输入你的101 在那个后面有一个101的employment income 输入这个金额 就OK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登录我们的browser 登录一个浏览器 选择我们要进入cra account 就是how to apply cra account 或直接点击 直接输入cra 它会选择 让你选择下面的两个 任何一个 我们就能回到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就是我们的个人账号 因为个人是就是点击my account for individual 点击这个按钮 my account for individual 点击这个按钮以后呢 它会跟你说一下 它会有一个下面的页面就会出来 就是你要怎样登录呢 如果你还没有cra 这个用户名 密码 你就可以选择第一个 可以选择第一个 通过你的网上 网上银行 在线银行账号登录 我们用的 我用的是cibc的 任何如果你能登录你的银行账号的 银行在线的账号 你都可以登录 它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呢 左边右边那个 就是你要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就就登录了 登录以后呢 下边的话 它会有一些身份的验证 需要你输入你的公卡号 还有你的生日 还有就是 我刚才在上面提到的 7年2018年的returns 还有你输入这个101的金额 输入以后呢 我们要点击下一步 它会问一下 它会 我们有一个code 就是安全code 这个安全code呢 我们在10天之内呢 能够收到这个code 但是 我们现在它说的话 如果你要申请 这个紧急救助 这个code是不需要的 就是我们这个 cra security code 是不需要的 你照样你也可以申请 照样你可以申请 我们现在又选择 下一步 然后继续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现在方便很多 不需要你输入这个code 这是你第一次登录的话 这是你第一次登录的话 它会要几个code 我们点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confirm你的地址 下面就出来了你的cra的账号 等到4月4月初 4月6号以后 根据你的月份 你可以重新登录这个页面来重新申请 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拿到我们的这个紧急救助的资金 进行救助的2000 希望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 谢谢 谢谢